我今年就过了68岁了 因为踩了轮以后呢 在交通上面被我带来了很多方便 好像有时我们下车 还要走一段路又没有车 走整半个钟 现在我踩了轮 即是五分钟就去到了 现在反而对于我来说 对于危险就有另一种看法 即是我就觉得每一样玩的东西也好 或者一样交通工具也好 即是它推得出来 这个存在危险性一定有的 吃了吃了吃了 吃了吃了 吃了吃了 年纪大不是他踩得慢的 是啊 哈哈 阿Ken哥平时呢 肯定都百多了 我年纪比较大呢 这帮年轻人呢 去到初时时我都觉得 咦 我们年纪这么大 可不可以融入去呢 但一不是 和他们一起玩的时候 觉得他们呢 虽然见到我们年纪大 就更加好像很关心和照顾我们 在这一年里面 和年轻人一起玩 自己都觉得年轻了 特别在对面海 有很多时候上半山那里 摆了车 摆了地铁 又找不到车上去 搭的士 有时我们找的士时都会找半个小时 但现在呢 牙子 一横到山边 有路附路的斜路 就直直直直直直上去 十多分钟就上去 导致我自己这次 真的退后了 年轻了 至少十多年了 这个感觉呢 我觉得呢 最有用的 字幕 李宗盛